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中国方面最新的资讯 中国5月份外汇占款增加了人民币322亿元 另外中国的股市在刚刚结束的一周 经历了2008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周 再关注一下日本 日本央行维持货币政策不变将降低 召测会议未来召开的频率 再来关注一下 欧洲方面德国公布了5月的生产者价格环比出现持平 另外美国方面似乎比较平静 而美元现在的走势涨跌互见 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下滑到1.1330 英镑对于美元的比价上升到1.5889 美元对于日元的比价下滑到122.80 今天会议事关注的焦点 欧元对日元的比价现在下滑到139.10 还在保持进一步下落 现在压力线稳固在140.15 未来可能会进一步首先滑落到138.85 后下降到138.50 如果比价再次出现了反弹 并且能够突破140.15 就有望首先达到日中的高点140.60 后上升到141.05 再关注下贵重金属的交易状况 现在是出现新一轮的盘整 黄金价格上升到每盎司12002.30 金价进一步盘整同时保持在支撑线 每盎司1194.60美元之上 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出现上涨 有可能会首先看到金价保持在支撑线以上 达到每盎司12009.10美元之后 上升到每盎司1213.30美元 如果金价再次下滑并且跌破了每盎司1194.60美元 可能会首先滑落到每盎司1189.10美元之后 下降到每盎司1183.30美元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白银贷交易价格 现在上升到每盎司16.16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一家欢迎继续锁定 吹铃三潮财经电视